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現在是10月1日下午2時40分左右 我現在在北京路 每逢節日北京路是人頭湧湧 很多遊蝦會過來北京路逛街 今天我過來廣州市北京路 去完北京路的話 我會去上下九寧一條步行街逛逛逛 現在看到北京路的新大新大廈 這個是裸眼3D 這個也是一個著名的景點 裸眼3D的話都是一些太空人 現在多了一條龍 等待太空人拍下來出現的話 我就再拍給大家看看 現在先拍下這裏和中山路的交界 大家看看人頭湧湧 對面一個新大新 蓮香柳 蓮香柳的餅都出名了 每逢節假日的話 尤其國慶、春節、十一這些假期的時候 很多市民、遊客過來拍照打卡 這裏是影影 北京路掛滿國旗 張燈結彩 我就是廣州北京路等你 新大新也是一個很著名的百貨公司 不過我很久沒有走過去 現在裡面到底是怎樣呢 北京路一個是新大新 一個是港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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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一直走過去 我現在往南那邊走過去 北京路 很多遊客都會對著新大新的 浪眼3D在那裏拍照 廣州市有兩條浪眼街 一個是北京路 一個是上下九 現在北京路似乎人流 會比上下九多 今天會是怎樣呢 不知道 現在是10月1日下午2點40分左右 這裏也有一個模型 是廣州市的舊城 舊城的模型 也是有些港解員在這裏講解 有些導遊 那就不看了 繼續走 因為廣州的舊城 有一段故事 講幾都講不完 這裏也是玻璃下面 也是歷朝歷代的舊路 包括宋代和明五代 這些舊路來的 畫出來做一個展示 現在北京路步行街 就是向南抗了 抗到北京南的方向 但這裏始終是比較旺些 看一看有些人物 這裏是暴行街的商鋪 都是一些中高檔的服裝 這些商鋪 珠寶 這些商鋪 由於北京路步行街 旺了 帶起周邊的路 包括圍福路 教育路 文明路的西段 都是旺了 都是以飲食為主 北京路步行街 是改造得比較成功 在這裏就是 港洲市青年文化工的北門 北門 看裏面有什麽看 好像 有些阿姨穿了古裝 正在走出來 在穿古裝 我沒有什麼興趣 我繼續向前走 上下九 恩寧路 由於馬路比較窄 掛滿國旗 即日的氣氛 就會更加濃 這個攤法 在賣的 在賣的 怎麽說 會飛的玩具 應該這樣說 我等會一直向前走 現在轉到教育路那邊 拍下大佛寺 唐小木 唐小木 這個賣什麽呢 看看 這個 引起遊客在空洞 小販那些 小飛機 我小朋友買了 接著放 這裏有個網紅 網紅 上面摩托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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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直播 廣州禮物 廣州禮物 這個攤法也是在買 進去看看有些什麽買 鳳梨酥 鳳梨酥 這間店鋪是新開的 以前不是太薄 有些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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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試吃 試一下 有吃嗎? 有素餅 牛奶糖的味道 有素餅 賣相很美 我走出去 因為今天就不太想去 而且背景裏播放音樂 所以似乎不太好 先試一下 放上youtube 有音樂背景 死硬 有版權問題 先試一下 什麼新華書店 新華書店 在北京裏有兩個墨面 有兩個墨面 好像密很多 有人流 好像密很多 前面那裏有些什麽搞呢 就像音樂一樣 好像在奏一個軍鵝 奏一個軍鵝 有些老人家在奏一個軍鵝 因應國慶節節日氣氛 很多市民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看 在這裏看 乾 這裏是港白 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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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矮喔 這裏應該是我的祖國 走 走走 前面看到長頭髮的 那個挺帥的 好聰明 好 好繼續向前走 那我在這個北京路的路牌 轉右去救藥路的方向走 這個亦都是很多遊客在這裏 拍照打卡 拍照打卡 才來過廣州北京路 我們這裏轉右的話 進去大佛寺行動 掛下 真的 越側越多人 越側越多人 這麼多人 這裏的話應該是西湖路不是教育路 不好意思,轉過西湖路 西湖路、教育路比北京六年大起來 就旺了很多 這裏就沒有東西多 吃東西多 有記在衛福東那邊 以前衛福東路不是一個食街 甚麼店都有些 五金店 由於北京路改造升級的成功 年代,例如大佛寺 有古蹟、北京路步行街 在中國北京路步行街亦是挺有名的 應該是跟南京的南海路、北京的王虎井 大佛寺 大佛寺已經重建過了 由於歷年的戰亂 已經毀壞了很多次 毀壞了很多次 等等 南京的淮海路 我不是很清楚 上海的外灘、南京路之類 北京路在中國來說比較有名 這邊就是港白 西湖路最早是八十年代的西湖夜市 比較有名 後來取締了 現在到了過年時 西湖路是花街 西湖路花街 每逢人壁也好 很多遊客 像港洲的市民都會來西湖路花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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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回大運 轉回大運 來到西湖這段就有一些石柱 或者是不秀鋼的柱就圍住了 表明這段是普洪街的車是不可以進去的 就算是電雞也不可以進來 這裡的食肆相當之興奮 講白 我現在就走回頭 走回頭 走回頭的話 就向北京南方向走 走到文明路交界 北京路這個 就算熟了 北京南那邊就不走 北京南那邊就沒有五黃 畢竟是新開的北京路博文街 越晚的話遊客就真的越多 我現在目測這樣說 廣州人現在不是很輕易來北京路 來的話都是外地人 遊客是最多的 這個現象就等於北京人就不會去故宮 廣州人就不會去白山 不是不去是少去 還有北京路 好多都是 看樣子都是一些遊客 外地人 來到這裏的話 有得吃有得玩 其實是一條食街 現在北京路變了 衛福東那邊 衛福東那邊 西湖路 教育旅路 這邊就變了一條食街 很虛狠 來廣州玩的話 一個是去北京路 一個是珠江夜遊 去小蠻腰 看看小蠻腰 廣州市的夜景 最美的 北京路博文街 如果不是折隔藥 可以很安靜 這裏 我一次過來這邊喝茶 又會逢下雨 這裏就是 靜兆兆兆 跟現在的景象就是 爭天共地 那裏有隻熊貓 有隻人扮熊貓 這裏不去熊貓那裏 繼續向前走 這裏是幸運廣場 永遠廣場 不過現在的實體廣場 都是難做的 哪怕你在北京路也好 來到這裏 市民都是來這裏逛街 不賣東西的 除非要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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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有買風車 可以的 北京路是金浦多 多是金浦多 只有金浦才能吃 這些浦糟 這些浦糟 這裏 這裏 昌興 像1952年 賣什麼的 但門口已經關了 關了 老鳳牆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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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北京路這邊的納豆 全部都是吃的 全部都是吃的 運動服裝品牌 安塔 馬鈴牆賣金 這裏是華爾街的高級包店 高級包店 廣州酒家 密切割店在賣的 臘腸 糕餅之類的東西 廣州酒家 糕餅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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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牌的臘腸 臘味會比較貴 賣彩票 我覺得彩票都是那種 買心理 哪有這麼好彩 中彩票 所費無幾 買一張彩票在這裡 安慰一下自己 應該不是安慰一下自己 應該是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左邊就是廣州市很有名的 陳理濟藥廠 講藥陳理濟 現在只剩下一個門面 都沒有開 作為一個總店 當作為一個文物保留 如果你在商業上 不會有任何的意思 這些遊客也不會在陳理濟擺藥 做多少生意 保留了一個總店的廠 廠子 陶陶居 北京都分店 陶陶居的飲茶出品是不錯的 然後來到這邊 全部都很黃 很幸運 今天可能空氣南下 下午就不是很熱 現在就是有一點點陰天 都很清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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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天氣走街最舒服 又不會熱 又有些風吹 來到這裡 右邊就是惠陶居 一條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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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樓很旺 今天我不打算走進去 不打算走進去 我走過去這邊就算了 這裡就是永漢電影院的旁 這邊的店舖全部都是賣食 大茶 休大叔 這裡一直向前走 來到這裡真的很多遊客在拍照 很多遊客在拍照 這裡 這裡是大平鶴 什麼大平鶴 不是普通 這裡很多遊客在拍照 阿卡 真的不拍照 想打阿卡的話 怎麼會來到北京路呢 繼續向前走 這棟紅色的建築 是舊建築改建的 現在給了一個 叫做哥利亞的品牌服裝店 在這裡承包 成不曬的話 就變成這裡 變成一個很有特色 很搶眼的一個舊建築 每逢到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打卡點 這條路 就跟文明路交界 也是一個最繁忙的路 前面走就是北京南 這邊就是文明路 讚記也開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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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從這個角度拍攝一下北京路 拍攝一下北京路 這條路的話 就走過去 走過去 走過去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如果人多起上來的時候 要給一些保安 交警 圍成一個人鏈 對啦 你現在圍成一個人鏈 攔住了才過得到的 很誇張 你看看現在多麼麻煩 全部都是攔住了 交通協管來的 應該是交警 對啦 這裡就是文明路 明路 這裡就是 一到元旦 的時候有打卡 很多年輕人過來 打卡倒數 225 225 在這裡拍攝一下 這裡等過馬路的人群 準備過馬路 好 對面的人也在等過來 覺得沒有 好 覺得了 你看看 你誇張很難 好 好了 過到這裡的話 北京步行街 我就拍攝到這裡 我現在就打算去 上下九 上下九步行街 同時對比一下 在同一日大戰 上下的時段的時候 上下九步行街 和北京步行街 是有什麼分別 現在我再看看 這裡的人某 是我下將 好 各位網友 大家好 現在是 10月1號 下午 3時48分 我剛剛從 廣州市的 越修區北京路過來 來到上下九這邊 正對就是 禮灣廣場 過到來 令我很意外 上下九步行街 很旺 和平時的 是相天共地 在網上很多網紅都說 上下九步行街 金不如色 我現在目測 它的人流 和北京路差不多 差不多 剛剛我現在 在荔灣廣場這一邊 往西走 剛才我出來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的人流很多 似乎 上下九有些事情 改變了 走過去前面再說 現在因應慶節 前面搭了一些帳篷 給一些貪犯賣物 這裏就是 上下九步行街的廣場 廣場 在廣場那裏做了一些裝置 這邊就做了一些散型的花架 散型的花架 我拉近一點 這些散型的花架 這些是新裝上去的 左手邊這邊也有一些 又可以做散型的 即是太陽 又可以做燈 這些 很有現代感的 你說是燈具也好 你說是涼亭也好 很多用途 這邊就是這個廣場 這個廣場中間為了一個地方 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 是不是做演出 不知道 圈了這塊地出來 這些燈界又好 燈界又好 一物多用 可以被遊客在這裏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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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雨 馬虎也有眼燈 上下九步行街 和北京路的人流的話 就是北黃多樣 今天由於人流多的時候 就有些 多了些警察 在這裏維持治安 這裏就是 買金 不是很清楚 買些飾物 五元一刻 買些銀 買些銀 這隻小狗嗨 在這裏怎麼這麼高 啊 我也先動高一點 唉呀 動高一點 最高 ちな 這裏的馬路窄 變成國旗有節日的氛圍感 讓姐姐在拍攝 很多人 平時過來上下九 有時星期六、星期日都是人流不多 今天就擠滿了 好誇張 人流很多 好爆 都很意外 一到大節日 很多遊客都會在大灣區的其他城市湧過來 難得有假期當然出來玩 現在有時跟拔山、順德等地跌通 市民都會過來 去什麼 在這裡玩一下 旁邊省湖南、江西會不會過來 不知道江西會不會過來 我剛才說過有時有些上下九客是網紅 專刻上下九 事實上下九 相對於北京路來說是禁不如適 事實是 尤其是在閒日的時候 現在聽聞上下九也想升級改造 想升級改造 不知道會不會像北京路那麼成功 原來是麗都酒家老字號的原子 現在很明顯是想升級改造 潮灣上下九 我看看跟以前的店舖有什麼不同 有些東西是想改造 我記得以前會有一些急套 有些急套 有些急套 在街上很正常 上下九澤心台 真的有些東西是不同了 是不同了 開了一些新的店 一些新的店 上下九路市集 又是賣零食、玩具、禮品 還有一些懷舊的元素在裏面 複製北京路店的套路 這些套路 太陽在我正前方照照 有些背光 一邊走一邊走一邊看 一邊走一邊看 一邊走一邊看 似乎多了一些新的店舖進去 但我不敢亨定 我不敢亨定 不敢亨定 走一邊走一邊看 不敢亨定 我不敢亨定 這一單已經是新的店鋪 中國朝來 以前是吳郭 雜韓號也是 似乎是新入住的便鋪 我記得以前在屠屠居對面都有幾間急鋪 現在有沒有走過去才知道 皇上皇臘尾 食物一定是好吃的 不過有一個字 這間也是新的茶店 似乎商家也是在找商機 做生意都是這樣 一雞死一雞命 現在保安拿繩子爛住 控制人樓 這裏是文昌路 失死 十字路口 我現在走過去就是十普路的方向 法鳳凰耶林 這間是新舖來的 這間是新舖來的 由手邊這裏真的有兩間急鋪 這邊的人樓似乎是少了一點 西關美食城 西關美食城 這裏真的有間急鋪 繼續向前走 清平路 清平路 平安大戲院連香樓 這條是食街 食街了 食街了 相對於維福東來說 他沒有那麼 沒那麼什麼的 沒那麼成功 沒那麼多東西吃 維福東比較長一點 今天人流也很多 人流也很多 後面有一條車 走一邊 在這裏幫他拍過去 拍一下 兩邊的角旗 掛滿了 很有節日的氣氛 大家再向前走 走過去恩寧路那邊 這間密雪冰城 都排不去 這裏都飽了 都可以 密雪冰城 什麼時候都會有那麼多人排隊 便宜 一個節便宜 現在放了一些東西 讓遊客在那裏卸腳 挺好的 有些椅子 有些綠化 有些牙在那裏卸腳 在這裏搞什麼呢 圍了圍板 在這裏就大粒賣 老不經 布鞋 上次來好像是粒賣 現在又來粒賣 這是搞什麼呢 前面那個路口 那幾間急鋪 一直都沒有人追 沒有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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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些發燒油在那裏拍照 拍一些國旗的照片 就是這裏 抗光八博這裏 就是這裏 抗光八博這裏 這個轉角位 真是好奇怪 這個轉角位 有整宅急鋪 就是這裏 一直都沒有人租 一直都沒有人租 就是這裏 這裏就去朱基路的方向 這裏就已經不是暴行街那個範圍了 不是暴行街的範圍 這裏一直都沒有人租 一直都沒有人租 是不是變了這一堆是死泡 沒有人偷 好 這邊是第十堂 第十堂有兩間很有名的酒樓 一間是蓮香樓 一間是陶陶居 如果說飲茶來說 陶陶居的出品 不錯 但蓮香樓的話 我覺得他們喝茶的出品是一般的 陶陶居無論是裝修也好 點心的出品也不錯 不錯 我現在就一直往前走 可能這裏不是暴行街的原因 我左邊這裏有比較急號 似乎 還多了一兩間 這裏不是暴行街有車客 要注意一點 右手這裏就是 白蓮餅家 蓮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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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魚餅好像在做特教 進去看看 上次買了兩盒 前面這裏是陶陶居 塗陶陶居 塗陶居的裝修之後 給人的感覺真的不同 十舖這邊的話 即是 急舖又多了一點 人樓這邊似乎也是少一點 這裏不是暴行街 這裏不是暴行街 遊客的話 就是不可以 走出馬路中間 電機啊 機動車都會在這裏感 我們從這裏走 拍攝回頭 蓮香樓 這裏的角度拍出來也不錯 都會看的 在這裏拍攝了陶陶居 這裏拍攝了 幾時都這麼多客人了 葡萄居酒 現在就 明慶方呀 一人零路呀 那個方向走 一人零路呀 來到這裏的話 我這條影片的話 暫時就到了一段落 不再走下去了 這裏已經是第10號了 第10號 拍攝回頭 這條北京路和上後九步行街 10月1號的街拍的話 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 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